今年暑假,花莲县文化局特别推出四个场次的公共艺术工作班还有作品导览研习课程 邀请到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者,带领民众可以探访花莲的公共艺术作品 而第一场的主题,马赛克,邀请到指鼎艺术总监杨慧如,带领乡亲认识马赛克的湘坎艺术 为了让民众接触花莲的公共艺术作品,并且体验各种材质的手作技巧 花莲县文化局今年暑假推出了有意识特工队,安排了四个场次 由不同领域的专业艺术创作者,带领民众体验公共艺术之美 除了我们在地的这些公共艺术的参访之外,下午还有手作坊 我们会让这些学员来体会到怎么样做马赛克这种艺术的创作 那今后呢,之后我们还有另外三场的这种公共艺术的活动 我们不但会展现我们花莲地区所有的公共艺术 我们也会请这些老师带着这些学员来自己体会 怎么样在做这些公共艺术 包含我们有马赛克,然后有一些陶艺 包含有一些石雕啦,简易的石雕,雕塑的一些工作坊 也欢迎您还没有参与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第一个场次主题是马赛克,文化局邀请到马赛克达人杨慧如亲自来到花莲 带领花莲的乡亲认识马赛克的香坎艺术 因为我从事香坎艺术大概17年 那我觉得它可以很适合台湾的气候啦 因为它耐厚性很够 那户外的作品或室内的作品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平常看到艺术作品的话 我们都会觉得很漂亮而已 都不晓得它是怎么做出来 那我经过这个过程我让大家了解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是每一块都是用手工这样慢慢把它剪出来 拼贴出来的这样 最大的技术就是色彩跟裁剪这个技术 你做很多你会知道然后再经过可能讲解以后 知道颜色大概怎么搭配的话 容易入门但是要很深入的话 可能真的是要长期去制作 那如果有美学基础的话那更好 从无画园区的主题作品孔雀迷幻之声 到大斜坡的马赛克拼贴墙 东区老人之家 还有星天堂乐园等地的马赛克作品 最后还有手工制作马赛克门牌 让参与的乡亲感受到马赛克的无限魅力 这里会换室报导 大家要留意什么在打印象中 感谢观看